豪山好水好風光 放隔離這裏放慢腳步 感受一下大致熱精神迷之一陣 這條位於深水灣和淺水灣泳灘之間的步行徑 叫做麗海堤岸路 可以飽覽整個淺水灣北部自然風景區 沿路步行全程只是大約20分鐘 平日的人流亦不算多 偶爾都會見到有人跑步 亦有家長帶兒子一起來散步 在亭岸路上 除了可以看到兩個沙灘的風光之外 還可以遠望湯波洲和海洋公園 新世代可能有所不知 其實湯波洲的風景早在1955年已經衝出國際 在荷里活電影《深水暖》裏面出現過 野接近深水灣一段還有一個小碼頭 旁邊有小石灘 見到有人浮潛非常寫意 除了替風景 在路上亦可以欣賞戰時軍事遺跡 當中包括這個二戰時候 16號機槍堡 去年就有區議員建議 將它平為歷史建築 但這個優美地方 最近引起地區人士擔心 因為路中分屬不同政府部門管理 沒有統一規劃 會大大減低段路的可觀性和可掃性 暫時的路由始終有很多不同的部門管理 有一個問題在 他們每一個部門有自己 他們管理的程序和管理的法律 凡時間又說 區議會早前與各政府部門討論 康民署承諾會增加管理面積 長遠他希望可以統一由一個政府部門管理 OENTV部門討論 電視新聞部門討論 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